这一圈又一圈的游泳圈 日积月累是靠着这些养出来的 而这些游泳圈没能肝胆相照 倒是带来麻烦的脂肪肝 现在已经是新果病了 是已经是了 对 你没听错 相较于B肝C肝 有药物 有疫苗 没有特效药的脂肪肝 已经成了新果病 在估计台湾的全部人口 约有两成到四成的人有脂肪肝 那其中BMI过重超重的人 可能是四成以上的人有 但BMI正常的人 大约一成左右也有脂肪肝 那包括内脏的脂肪 包括血液里面的高血脂症 包括皮下脂肪这些 换言之脂肪肝不受限于肥胖的人身上 瘦的人也很难逃 一般轻度的脂肪肝并不明显 不过中重度的脂肪肝 部分民众会出现食欲不振 腹部肿胀 疲劳 肝脏附近出现压痛感 置之不理的脂肪肝 很容易造成肝硬化 进一步成为肝癌 不过你说消暑的水果冰 总算健康多了吧 但陷阱就在上头的水果 冰本身倒还好 我们担心的是过甜的大量水果 或者是我们加进去的佐料 那包括一些炼乳 粉式脂肪酸这些 那这些可能对身体的热量 危害是更大的 重点不在不能吃什么 而是吃了多少的热量 一是提供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男生女生都一样 平常没有运动 自身体重乘以20 有运动就乘以25 来计算自己一天吃的热量 只要减重5%到10%的体重 就能够改善 多吃绿色蔬菜 管好你的嘴 就能逆转脂肪肝 哦 哦 什么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